第一步是煮糖水 我会用150g的清水 大火煮用150g的砂糖 煮熟后把糖水放凉 放凉到50度 我这里是200g的尖米粉 我会加入180g的清水 然后把它搅匀 我这里是60g的暖水 若是30度 加入2茶匙干酵母 搅匀 插成一块就把它撥开 糖水放凉 就要搅到它顺滑和均匀 若我搅拌它2分钟 它顺滑了 就把酵母倒下去 搅匀 酵母才包好 做暖水 就是一锅30度的暖水 然后盖住它 放入一锅水 预备了一个蒸碟 掃油隔 放在蒸虹里 一锅水 这个已经发烤了2个小时了 表面也有很多泡泡 我搅拌均匀 然后把它倒进蒸碟里 然后转中火 蒸它25分钟 蒸它25分钟 每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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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有红尖 每个月 每个月 都会出现 每个月 都会出现 每个月 都会出现 1个月 有点缓 都会发现 每个月 都会出现 一票 你会出现 你会出现